哈喽大家好,这是豆师傅,欢迎来到这一期的球场视频鉴定 这球我认为是一个伪力球啊,为什么呢?因为在防守方切球的时候呢,虽然说触及到了球 但是进攻方并没有因此失去控制球权,所以他落地的时候就需要出手了 那么规则中也写得很清楚啊,如果是对方队员触及球时,他失去了对活球的控制,那么他是可以再次运球的 这球走步了啊,原地的中枢脚判定和行进间接球的中枢脚判定方法是不一样的 那视频中呢,这边队员是原地站立接球的,那么此时他任一只脚都可以做中枢脚 当他左脚迈出时,右脚就成为中枢脚,那右脚在回落地面之前,球一定要出手 如果没有出手的话,就是走步为例咯 这球我认为是一个进攻犯规啊,首先我们要明确侧身它不一定是防守犯规 当防守队员确立好自己的合法防守位置的时候,他可以向侧后方或者后退移动来保持自己的合法防守位置 此时进攻队员的接触,那是由进攻队员负责,所以我认为这是一起进攻犯规 那这球也是同样的道理,确定好合法防守位置之后的持续后退,接触由进攻方负责,所以这是一起进攻犯规 最近看了这哥们儿不少的视频啊,他的很多步伐都是单脚连续出地的走步为例 那判断这一点就在于他合球的时机,他的合球如果是在空中合球的话,单脚连续出地这是不算为例的 如果是在地面上合球,然后再单脚落地,那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南斯拉夫步 这球他到底是不是干扰球呢,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球 那规则中说,在结束该节或者决胜期计时中响时,球接触篮圈之后并仍有进入篮框的可能性的时候,球员是不得碰球的 那还有一条就是说,当队员触及了一个完全在篮圈水平面之上的球的时候,这是一起干涉得分的发生 那这个视频既没有接触篮环,又没有在篮圈水平面之上碰到球,所以这不是一个干扰球 这球可以说是一个二次运球伟利,它有一个明显手腕和手臂加球的一个动作 那是一个明显的控制球,那就算合球,如果再运球的话,就是二次运球伟利 这球没有问题啊,就是一个妥妥的012,你们自己数步数吧,好吧,我给你们标记出来 这个月29号呢,就是我们野球弟的粉丝节了,兄弟们要有时间的话,记得来玩哦